在米兰吃一餐应该是很正宗很正宗的 我哈尔滨人俄罗斯也是吃这种硬的 脸巴或者塞克就是这种硬硬的那种 大脸巴或者塞克 煮锅的芦笋很软很软很软 到嘴里基本是画的上面 然后这些应该是虾 感觉好像一餐不会让人怕很清淡 浓咖啡 我打算像意大利人一样一口喝掉它 这是来米兰的第二天 一个由中国味的我 就迫不接待要吃中餐 然后据说这家餐厅是米其林推荐的餐厅 看这个样子应该是很正宗的 OK 来吧 让我们大块作意 嗯 超好吃的 嗯 飘了三张明信片 我觉得风格各异 嗯 嗯 这个比较简约抽象一点 这个就有点像漫画一样啊 这张就写实一点 但又有颜色上的差异 而且这两张有意大利的国旗的图案 嗯 然后这个呢 黑白加上彩色 你感觉历史跟现代的东西交融在一起 又是一种风格又冲突的一张明信片 我有多用心 呃 行程结束 特别开心啊 这不光是今天晚上的行程 也是可能 呃 米兰最后一站行程 感受很深 希望还有机会再来米兰 也谢谢所有你们 对我的照顾和帮助 让我们这次米兰之行 如此顺利 谢谢 拜拜